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这里有颜色 那这里的颜色选项 其实就是让我们来选择要调整画面上的颜色的范围 也就是让我们来选择主要色 我们看一下 下来菜单里面有这么几种主要色 有红 黄 绿 青 蓝 阳 红 也就是RGB CMI 那这里还有白色 中性色 黑色 那这里呢其实也是代表的就是三个色调 就是亮调 中间调 还有这个暗调 这个下来菜单里面就是选主要色的 来选择我们调整的色彩的范围 咱们再往下看 下里呢就是调节的区域 那这里有四个滑块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CMIK是什么呢 是印刷模式 是印刷色模式 那么调节这个四个滑块呢 其实就是在 就是在调节油墨量 那我们在RGB这个模式的图像里面 用可选颜色 来理解这里的青洋红黄色黑色呢 其实就可以把它理解成RGB 把它就可以理解为发光量就可以了 青色对应的就是红通道 央红对应的就是绿通道 黄色对应的就是蓝通道 黑色呢 对应的就是RGB的一个综合通道 来看这儿啊 如果我们调节青色 那么就是跟红通道有关系 是吧 那想一想 CMIK它和RGB正好是相反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来增加青色的话 其实就是R在减少 就是我这个图表达这个关系啊 这都是相反的 如果这里是增加的话 青色增加 那么这个红呢 就会减少 那如果青色减少 那么红呢 就会增加 往这C减R增 往这边走呢 C增R减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给大家一会儿 那么实际动手看一看 了解一下 具体的原理就知道了 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洋红 洋红减少呢 绿就增加 是吧 洋红增加 绿就减少 下面呢 黄色 黄色减少 蓝就增加 哎 黄色增加 蓝就减少 那咱们可以回忆一下 啊 时光倒流啊 想一想 我们讲色彩平衡 色彩平衡 这个命令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 滑块 那是不是和这边 这个可显颜色 色彩平衡 这个调节方式 有点像 是吧 但是色彩平衡呢 它调节的范围 它只能针对于 整体画面的阴影啊 中间点高光啊 这个 它没法来选颜色 它不像可显颜色 前面可以选主要色 来选这个主要色的范围 色彩平衡 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学习的 可显颜色 这个命令呢 啊 它最牛的地方 就是它能够选 这个范围 来针对画面上 不同的颜色的范围来挑 哎 这就是我们说的主要色 好 我们把这个最后 这个黑色 来说一下 黑 就是黑色减少 就是RGB增 这个大家应该理解 RGB 它是发光色 它的值大了之后 这自然这个光就亮了 虽然这黑就少了 是吧 同理 如果黑增加的话 也就是代表着RGB 这个光不够强 RGB呢 减弱 自然就是变黑 就是黑增了 啊 它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大家呢 一定要弄清楚 结合色彩平衡 啊 先理解一下 那后面我们实际 一条图的时候 再来详细的说这些啊 那咱们现在就从感觉上来试一试 比如说现在照片上这里有绿色的草地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颜色范围里面选择主要的要调的颜色 主要色选个绿色 那现在我们调整的范围呢 就是主要来动这个绿色 绿色是怎么来的 咱们前几课一直在说绿色绿色啊 绿色是绿光啊 或者CMIK里面的C和Y 青色和黄色混合出来的啊 得到绿色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调节青色或者调节黄色啊 来增加或者减少青色或者黄色的成分 这样呢 就可以把这个绿色变色了 比如说咱们把绿色变得发黄一点 那么就需要降低蓝色的成分 增加黄色的成分 是吧 黄色和青色可以混成这个绿色 那么这个绿是偏青绿还是偏青豆绿 这种嫩绿色呢 就取决于黄色或者青色这个比例啊 青色越多 这个绿呢 越发青 发这个发脆 黄色越多 这个绿呢 越发嫩 发这个青豆绿 这样的 那好吧 那我们就可以降低青色的成分 啊 降低油墨里的青色 其实呢 啊 也是在增加红色的成分 是吧 降低青就是增加红 然后呢 提高黄色的成分 哎 提高黄色的成分 这个绿呢 就变得越来越发黄了 那提高了黄色 其实呢 就是降低了RGB里面的蓝色 是吧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洋红部分 洋红的部分 绿色里面有洋红吗 有吗 比如说绿色里面 怎么会有洋红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颜色呀 并不是说都是纯色 比如说一个绿色 咱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我们选择一个绿色 先把这个绿 恢复到正常 我们做一个色彩取样 嗯 做一个 就在这个 这个块吧 这有取样一 看一下这个色彩取样 如果我们把这里呢 切换成CMYK颜色 用CMYK来观察 看一下 M通道呢 这个是洋红 这里面有没有洋红 也有 也就是说 除非是特别纯的颜色 我们看到大部分颜色呢 这四个通道 这CMYK或者三个通道 RGB 都是包含着各种颜色的成分的 那好 这样我们理解 选取颜色啊 就是可选颜色 这个主要色的范围 说的这个绿色呢 它并不是说是纯绿 并不是说我只能选择绿通道 它是代表的一个大的色彩范围 绿色一个偏绿的颜色里面 还有各种颜料 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就这一个绿色里面 它是有各种颜料组成的 而这些颜料的成分 这些颜料的百分比的成分 或者说RGB的这个发光量啊 都可以 从两方面理解都可以 这个成分还有发光量呢 就是来靠 哎 这里的滑块来控制 我们来细微的调节这个里面的颜料的含量 就可以呢 对这个颜色进行调整 也就是调色 好 我们刚才说这个草啊 还说这个草 这个草我们降了青色 然后还增加了黄色 但是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黄 是吧 就是那种真真正正的能够改变一种色相的黄 那这种调节呢 感觉就是 呃 不是特别的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调节了绿色的部分 那另外 这些草地里面有没有黄色的成分呢 有没有呢 当然有了 你看这黄色很高的 虽然啊 虽然我们说这块是绿 但是来看一看 这个CMYK四个颜色 哪个最高 是不是 黄色 黄色最高 所以说 如果我们来调节 这里的黄色 黄色为主要色的范围 对这个草地影响大不大 肯定啊 肯定是非常大的 啊 我们可以再来调一调黄色 调一下黄色的范围 好 我们现在选的是黄色 好 我们可以在黄色里面 也把青色降一降 然后再把黄色增加一些 这变得更黄了 那这有同学可能觉得 这还是偏绿 不够黄 没有那种秋天的感觉 那怎么办呢 如果我想降低绿色的话 那我已经把这个青色 还有黄色都调最高了 但是还是不够黄 还是偏绿 如果我要降低绿色 还需要来做什么呢 好 我们来翻开这来看一看 看看这 如果我们要降低绿色 是不是还可以来动一下 阳红的部分呢 因为 M增 G减 阳红增 绿减 如果我们增强 阳红的成分呢 这个绿色自然就会减掉 好吧 那回来 先从黄色这个角度 我们把阳红呢 增加一下子 那回到绿这里来 在绿的这个控制的范围 再来增加阳红 这个时候再来看 这个黄的感觉就 很强了 那理解可显颜色呀 理解这个 动这个RGB CMYK的值 这个比较好理解 我们打开这个颜色 来看这些 每个通道的变化 啊 就是很清楚了 啊 就算是在RGB 的模式下 我们也可以通过 CMYK来观察 啊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颜色的转换 所以说呢 理解这里的四个滑块的 调节呢 这还是相对的 比较的好理解一些啊 大家一定要明白的就是 这里的主要色 那也就是可选的颜色范围 这个东西呢 我们怎么来识别它 只有准确的识别了 这个颜色的范围 还有比例 你才能把这个画面的颜色调准 我们可以来选择九种不同的色彩范围 来进行调解 红 黄 绿 青 蓝 洋 红 那这些彩色 带有颜色 带有色相 这些彩色呢 它是针对的一个范围 选择红色 选择黄色 那都是一个大的色彩范围 那么这个范围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这里 这里有这个色相环 全色相环 那从红到黄到绿到青到蓝到阳红 一圈360度 是吧 那么按颜色的种类来选择颜色范围 就是这六种 红黄绿青蓝阳红 咱们先说红 我们选择红色 如果现在来调节红色 红色是洋红和黄混合出来的 这边的洋红 这边的黄混合出来的 我们把洋红降到最低 洋红降到最低的时候呢 大家看这里的正红色受到的影响是最强的 正红色现在变成了正黄色 纯黄了 因为这个颜色里面没有任何的洋红的成分 所以呢 就剩下黄了 也就是从红往两边衰减 一直衰减衰减衰减到黄这里 这边一直衰减衰减衰减到洋红这里 从M到Y 都会受到红色这个范围的影响 那红色作为主要色 它所影响的范围 大概就在色相环上的120度这个范围 以红为中心 120度 一边各60度 那么红色呢 是处于这个调节的中心 这是受到作用最强的 然后往两边衰减 除了洋红之外 还有什么呢 黄色嘛 那洋红和黄色是对红色影响最多的 那就是黄色 如果我们把黄色也去掉的话 这块呢 就是等于没有颜色了 没有颜色就是什么意思 就剩下白纸了 就露出了白色了 黄色 也是这边120度 那这回就变成了从红到绿 然后这块呢 全是受到黄色影响的范围 这个绿的范围呢 就是从这个青豆绿啊 这种发黄的黄绿 然后一直到这边的青绿 然后是青色的范围 哎 一样 蓝色的范围 那蓝色就是也是这边 然后最后呢 就是洋红的范围 哎 就是这六种颜色的范围 就是这样来界定的 那好 现在我们知道这块是变成了黄色 那么接下来 如果我选择黄色的话 如果我再来调画面上黄色的部分 对于黄色纯黄这个颜色 作用是最明显的啊 比如说我去掉黄色这个空杆啊 我把这个黄色剪掉 会影响到这个黄 这是肯定的 那会不会影响到前面红色 然后现在变成了黄色 这个前面的操作呢 降低黄色 来试一下 好 红变成的黄呢 并不受影响 所以说 这里的色彩范围 它只是针对 圆图的色彩范围 比如看一下 蓝色 我们选择蓝色 我们把蓝色去掉 阳红 把阳红去掉 那么这个时候蓝色就变成了什么颜色呢 变成了青色 那么我们看青色的调色范围是这个范围 那我们选择青色 选择青色 然后我们把青色去掉 哎 这个青色的去掉了 但是呢 前面这个变成的青色呢 没有变化 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想把这块的青色 比如说把这块的青色也去掉 那怎么办呢 啊 就这个范围里的青色 我们想把这个青色也去掉 那还是在调这个蓝色的部分 因为它原来这是属于蓝色的部分 啊 在蓝色的部分里面 我们可以把青色的部分去掉 这样 大家看这个颜色呢 就去掉了 变成白颜色了 好 这回呢 大家对这个命令的认识就又深刻了一层 那么白色 中型色 黑色 这三个范围 但就是按明暗程度来选择的颜色范围 从这个表里面 从咱这个示意图里面 也其实也看得很明白了 是吧 就是从画面的发光强度而言 最暗的 到中间的这块颜色 也就是到128 RGB只是128 那CMI呢 就是50嘛 中间的这块 到最暗的是黑色 那从中间到最亮的 就是属于白色 那不是说黑色 那就是只是黑 也不是说白色只是白 而是这一个区域 就是亮部和暗部 中性色就是对于 就是整个画面 除了纯黑和纯白 这不包括在中性色 那么除了这两极色呢 所有的颜色都是中性色 那么我们调节中性色 其实就是调节整个画面的色调 其实刚才说了 也可以调红色 咱们可以想一想 红色会影响哪些呢 地方啊 会影响到肤色啊 还有这个棕色的头发 所以这个就是偏红的颜色 如果调肤色的话 咱就是调红色就行了 这个可选颜色就是一种细微的 微妙的调节 就是调红色 调黄色 黄色能影响到什么呢 调黄色的话 可以影响到草地 是吧 这里面好多黄的成分 那小女孩的这个 黄色的T恤 黄色 黄背心 这些黄色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图像啊 观察的多了以后 调的多了以后 自然对这个颜色啊 就产生了一种习惯 就产生这种意识 一看就知道调什么色 一看就知道是 往负数里走 还是往正数里走 增加还是减弱 一看就知道 看下面还有相对和绝对 一个是相对值 一个是绝对值 两种不同的调法 那这里的相对值 相对的算法呢 就是我们调节滑块 调节增加或者减少这百分比 那这个百分比是基于 现有颜色的百分比 那如果换成绝对的话 换成绝对值就是 我们增加百分之多少 那就是在现有颜色上 再加上绝对的百分之多少 而不是说在现有颜色上 加上这现有颜色的百分比的百分之多少 这个说起来 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 那你就这样理解 那就是相对值 这个增加或者减少的量呢 没有绝对值的高 绝对值要比相对值高一些 效果要强一些 你就这样来理解就可以了 我们在相对的算法下 增加青色 减低青色 或者是加阳红啊 减阳红啊 这些呢都不管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白色上 没有这些颜色 那利用这个相对值的算法 他就没法在这个颜色基础上 再增加颜色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颜色 那本来就是零 那百分之零 乘以百分之多少也是零 那利用绝对值呢 我们把这个先复位一下 选择绝对值 那就不一样了 绝对值呢 是往上加 啊 我你没有的话 你是零 那我再给你加上百分之多少 比如我给你加青色 你看 是吧 这颜色呢 就是这个绝对的 给你添加颜料 加青色 加完青色 再给你加阳红 或者说是加黄色 啊 这这颜色都可以来调 哎 这就是绝对值 这回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说绝对值 这一个绝对的加法呢 效果啊 就比相对的会强一些 那选择比较强的 绝对还是使用比较弱的相对呢 这个也是相对我们 哎 这个调色的案例 我们的手头的工作 这个性质 根据这个照片 自己来定 啊 需要强则强 需要弱则弱 大家一定的把这个命令啊 学透吃透 那我们在做一些综合案例的时候 往往都会用到科学颜色 嗯 选取颜色这个命令 性质